這個就是9618 其實很多股評人都喜歡推介 因為它的波動很大 好像有很多機會 跌就有得買入 高位就有得只賺 這個朋友就是阿康尼來的 他就是268元買入 你先看看 你現在建議他等啊 還是怎樣好呢 看你等了多久 其實你說268元買入來說 你剛才說壓力的時候 你好像對電商相關的潛景 好像看得不錯 阿里巴巴的 如果我看回今年下半年來 我覺得在電商來說 應該都屬於一個比較 一個相對稍為樂觀的行業 如果你說政策上支持 本身那個業績也有數交到 但當然你如果跟阿里巴巴和京東比較 阿里巴巴的業務更加廣泛 比如說有阿里雲 其他旗下投資很多業務 像京東集團來說 可能人們還要怎麼下 在電商方面的消息 那之前來講 京東有利好收績就是6100元 當然那個期間的業績是相當理想的 但若巴巴能忘記6100元的銷售情況 可能或多或少 是反映之前壓力了一些需求 一下子再釋放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疫情期間 很多人的消費需求會減慢 不是說你家裡賣不到東西 而是說你不用上班 可能很多公司或中小企 在這方面的需求都會減弱了 所以其實在6100元的業績理想 當然是很熟悉的 但未必會有一個長期的 旺盛的需求 當然不是利膽 所以京東來說 你見到股價走勢 其實都不錯 起碼都有上升軌 但近期開始有些還行走勢 即是你破不了 譬如用技術圖來講 破不了保利加通道上方的上行區 所以如果你是260多元去買入了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 但是可能等到你收 即是叫做打和 賺回一些 就考慮 因為其實你買的位置 其實都在接近的一個阻力位 所以看看是否可以收錢回來 如果是去到258或者262 其實這些高範圍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是讓你暫時再看好一些 先走一走 再看好一些 起碼它的升勢 可能會落後於阿里巴巴 你看好一些 小範圍 金斯拉圍 打開 你是440多元 我 這很難 讓我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